大家好我是Eat 那在我面前右手邊是前幾個月 鐵頭剛剛推出的原力Nano二代 左手邊是鐵頭在幾年前發佈的原力M 也算是更交器裡面的OG了吧 Nano這條線算是一個入門級的產品線 那M更多專業的項目會用到它 那前段時間這個的發佈其實話題度還蠻高的 蠻多人在討論說Nano 2能不能和OG M對打一個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它們兩個之間的一些區別 那事先聲明這一期的樣品 確實是我主動找鐵頭申請的 並不是它們有什麼推廣的項目要找KOL 因為我確實也很想知道一個答案 這個產品是它們寄給我的 但是我沒有收取任何的推廣費用 所以我能保證這一期是一個很客觀公正的對比 好那我們開始吧 那在對比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Nano二代 相比於它上一代升級的什麼東西 那可以看到它和第一代相比 它已經完全拋棄了第一代那個木頭的手輪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非常具有科技感的橡膠的手輪 那其次最明顯的一個區別就是 它在手輪的中間 做了一個超大的一個觸摸屏 那可以看到它的操控起來的幀率 並不會像手機一樣那麼的絲滑 這個應該是考慮到省電的原因 其實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整體的功能來說 它比第一代多了非常多的功能 除了這個監看它形成的位置之外 你可以往左滑 可以出現你鏡頭的一些資料 如果你的鏡頭能有信息互通的話 那往右滑呢 可以看到這個是個錄製鍵 它可以讀取到你相機的一些數據 分辨率啊幀率啊曝光三要素啊 全部都OK 包括白平衡 如果協議有打通的話 完全可以在這上面控制 也就相當於說你在這個手輪上 能控制的功能會更多 那還有一個就是它沒有電池倉了 它現在是一個完全內置離電池的狀態 那充滿一次電呢 官方說是可以使用大概6個小時左右 所以正常的拍攝來說 你也不可能一直在開機使用嘛 所以基本上一天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如果強度非常高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USB的這個接口 來進行充電 就像拍攝中間你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充上電 拍攝一天下來 正常強度的工作也不會耽誤 那除了這個屏幕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這些物理的玻鈕 那這邊的切換呢 就可以把這個手輪切換成是有線位和無線位的狀態 現在就是有線位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卡住了 那我如果切換成無線位的狀態 那它就是一個轉不到頭的一個狀態 除了手輪之外 它還在這邊加了一個變焦推桿 這個是在一袋上完全沒有的東西 那也就意味著 你如果只用這個手輪的話 不買其他配件的話 你最多就可以控制兩個馬達了 所以我今天這邊放了兩個馬達 當然標配只有一個 也就意味著 如果你用像我工作上常用的 東正的Cata Ace那個系列的變焦鏡頭 基本上你就可以通過手輪和推桿 控制著焦點和變焦 那這個是錄製鍵 這個是功能鍵 然後你比如說在這邊錄製的話 這邊也可以顯示錄製的狀態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邊有WiFi連 也有藍牙連 然後AB點 其實它不光能標記兩個點 隨便標點 它在這一圈上就會出現這種黃色的標記點 你在划過標記點的時候 就會有震動反饋 給大家聽一下 你可以隨便愛標幾個點都可以 它不做任何的限制 然後如果你想實現另外一種就是限位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你想作為首輪的起點 那你就長按它 切換到另外一個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滾動過的地方 就會出現一個黃色的路徑 比如說現在這個地方你想把它設置成這個的 終點在短按 好那現在整個首輪的起點和終點 就會變成這個黃色路徑的起點和終點 卡住了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種 AB點吧 然後中間 你同樣還是可以有標記點 你滑過標記點的時候 然後也都會有震動反饋 那側面這個Function鍵也有標點的功能 那因為是物理按鈕 所以可以讓你實現快速的盲操 查案是快速校準所有的馬達 然後那一側呢 它現在改成了一個有帶電子觸點的 一個NATO的鎖扣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在 DJI S3 Pro上實現觸點鍵的通訊的話 你要額外再選配一個這樣的接駁鍵 要不然的話你可以裝上去 但是你不能實現觸點上的通訊 那如果你同時也有選購它們的拓展手柄 我這邊沒有 拓展手柄的話 你就可以額外再多兩個馬達的控制 也就是說NANO2這個產品 在使用拓展手柄的情況下 它最多能夠控制四個馬達 這個是一個很誇張的功能 因為這個功能以前在消費級的 跟焦器上根本不可能出現 因為四個馬達就意味著焦點變焦光圈 以及多一個比如說你使用的是鐵頭的幻鏡 就可以用它的那個VND的那個電子馬達 也可以配對上這個 包括像原力M的馬達 你也可以和它配對上 等於說它同一品牌下 基本上有涉及到無線馬達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和它配上 所以這個升級我還是蠻驚訝的 因為畢竟它只是一個入門級的一個更加器 那它能夠和更專業的像原力M那種馬達 能夠匹配上能夠實現聯動 我覺得這個生態還是做得不錯的 那當然它畢竟只是一個入門級的產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那首先品控方面我不能保證 因為我只體驗了它不到一個月 所以我能夠總結出來的東西 也就是我目前手頭有的東西 質量品控 耐不耐差這個需要時間的檢驗 我這邊沒辦法給到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那除了品控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一些 我覺得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首先它這個是一個NATO的一個鎖扣 所以等於說它的兼容性相對來說會差一點 你如果要把它轉到你的相機上的話 你的相機必須要有吐龍 而且你吐龍的一邊至少得有一個NATO滑條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額外再買NATO滑條去兼容匹配它 那當你裝在相機左邊的時候 你的手輪有可能會擋住相機的一些接口 還有翻轉屏的監看角度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是你上滑這個屏幕 然後在系統裡面選擇固件更新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看說明書的話 你可能會對這個固件更新的手輪M手輪S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迷惑 包括如果你連上馬拉的話 馬拉這邊也是有一個M有個S 那SM是什麼呢 應該是施虐 沒有這個東西我把說明書裡面 解釋的部分貼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相對來說 如果沒有學習的話 確實是有點看不懂 好那大概了解了NATO 2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NUCAS M 那原理M算是鐵頭家的一個挺老的一個產品了 它在行業裡面很有名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性價比高 而且很耐用 货席感也很不错 而且它除了手轮和这个推杆之外 它还有一个拨扭 用来控制第三个马达 也就是意味着 它不买任何其他的配件的时候 它就可以最多控制三个马达 无论是专业性还是品控上 都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这个不用我多说 我这边90%的中小型的项目 如果需要更交源 那它手上拿的基本上都会是这一款 这已经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东西 那大家看到这个原力M 它屏幕虽然看起来比较老一点 但是它整体的按钮 包括这些功能的按钮 还有这上面的延展接口 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 跟叫器的样子 这个并不是一个新产品 而且还蛮有名的 我就不花太大篇幅去介绍它的外形 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开始对比一下 那我还是用以前对比设备的方法 给它们两个打分 哪个有优势就得一分 然后看一下最后总分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先从比较片面一点的外观开始看 那Nada 2有更大更亮的屏幕 它外观也看起来更加的现代化 然后整体的这个触屏的UI也更有科技感一点 所以呢在颜值上 我会给Nano 2拿一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功能上 它能够与相机进行通信 在这个手轮上可以改相机上的参数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技术上 比几年前的M要好一点 所以Nano 2我觉得再拿一分 更小提及呢 有力也有必 你如果不外接它的拓展手柄的话 它的握持感 说实话没有这个M来的舒服 它这个M整体的操作起来 手感是更好的包括这个木头的后背 握起来也比较有这种温润的感觉 所以在握持感这方面 我给原力M拿一分 那还有就是你如果不外接手柄的话 Nano 2的手轮上 它最多只能控制两个马达 那M呢它能够控制第三个马达 但你如果要外接手柄的话 那另外一说 但是就标配来看的话 马达数量M是多一个 所以马达数量我也给M一分 那刚才又说到它内置离电池嘛 那Nucox M呢 还是用比较老的18650的电池 那可以看到18650电池就是长这个样子 在视频里它看起来很像5号电池对吧 可是实际上5号电池是这个尺寸 所以它们是不兼容的 这个比较主观 那我个人的在片场上的使用习惯 我会更喜欢能够用更换电池的设备 虽然说这个它的Type-C的快充 能够充得真的很快 等于说它如果在实在没电的状况下 你又正好需要跟焦的话 它其实可以用充电宝来进行供电的 我个人更喜欢能够更换电池的 因为毕竟你拖个充电宝工作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优雅 但极少数情况下 你会需要拖着充电宝充电了 它的充电真的还蛮快的 但是我个人主观上的意志 我会把这一分加给M 我觉得更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也是最现实的就是价格 它们两个其实并不是一个赛道产品 所以论价格的话 那肯定Nano2更便宜 价格这一分我会给Nano2 然后体积方面 你如果不上拓展手柄的话 这个体质肯定是更方便 更适合单兵作战或者小团队的 不光是它本身比它小 包括其他背景比如说马达的size 你这个如果出去的话 你还要带一个很大的充电器 充18650电池的 那它这个只要一个Type-C的线 加一个插头就好了 所以整体来说体积便携程度 那这一分我会给Nano2 那Nano2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如M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手轮 波环这边 它并没有白色的手动标记的环 像M它就有这个白色的标记环 你可以手动用马克笔在上面做记号 它下面还有亮灯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标记 更符合这个专业跟交员的习惯吧 那Nano2就不带这个白色的手动标记环 所以这一分我给原力M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这边升级了Type-C的接口 像上一代或者是原力M 还是这种老的B型的接口 所以有Type-C这个快充 我给Nano2加一分 那刚刚也有提到它们的马达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M的马达 这个是N的马达 那可以明显看到M的这个上面的按钮更多 功能更多 而且它这边的线也是用了Limo口 你还可以调整它的频道 Nano2这边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 你可以通过它的功能键 短按长按来实现一些效果 然后这边是两个Type-C的接口 供电串联 然后这边是微调齿轮的旋钮 导管上Nano2的马达 它只能兼容15毫米的 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M这边有两个电片 如果你带着电片的话 它是15毫米 你把电片拿掉的话 它是兼容19毫米电片 所以可以兼容更专业的19毫米的电影机的Rig 不需要额外的转接 那当然你如果有用过Nugus M的话 它的这个锁扣并不是特别的人性化 包括比如说你把这个旋钮旋松之后 它的锁扣和马达本体的连接也解锁了 那本来这个微调功能还不错是吧 可是它这里并没有一个安全锁 它可以直接滑下来 有用过M的 然后马达掉下来的同学举个手 我觉得应该不会少 M的马达它的管甲是可以张开的 当你的导管上还有其他的配件 不方便从导管上滑出来的时候 可以直接张开这个管甲来拆装 对于片场的工作效率 确实能够省到不少的时间 不过张开之后这个电片很容易滑落 所以要小心不要遗失 所以它确实在设计上有一些地方不是特别的周到细致 但是确实功能上来说M的马达要更好一点 马达这一分我加给M 讲到马达那我们来讲一下它供电 M呢它官方给的这根Limo线呢 它是D-type的 也就是意味着M的马达它需要一个更大的供电系统 比如说V口电池装上电池板 整个下来它对于相机的体积重量 肯定会有不小的要求 那反观这个Nano 2它的供电线就简单粗暴 Type-C 所以你比如说你装上微单 微单上外挂一个970的一个电池板 上面有Type-C接口的 你就可以驱动这个马达了 不需要用V口电池 那整体操作下来会更满足它设计的初衷 就是给微单单兵啊这种小团队小机器使用 操作下来会更简单一点 所以供电上我给Nano 2再加一分 那作为一个无线更交器 那肯定传输距离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东西 那M这边呢 在理想的状况下 它官网上面说是150到300米之间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Nano 2呢 我在官方文献上没有查到 我问了铁头那边的工作人员 那他跟我说是 Nano 2在无阻挡的状况下 理想状态值是最高100米这样子 所以确实在传输距离上M要更好一点 那毕竟它是一个专业线 但是说实话100米我觉得完全够用 因为正常来说像我们的小制作 电脑源基本不会离开摄像机超过10米 所以在我这边的主观使用状况下来的话 这个100米和300米的差距 只是一个纸面上的差距 我正常使用的话 我不会去挑战超远距离的根胶的 那纸面上的参数确实是M是更好的 那这份给M 那还有个小细节就是M上面的这个挂绳的卡口 它是一个快装的卡口 官方这个挂绳你可以进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拔插 拆卸也很方便 一推就拔下来 Nano这边呢是一个预留的孔位 所以挂绳安装和拆卸相对来说比M这边繁琐一点 因为跟胶器其实挂绳其实蛮重要的 有的时候你要腾出手来操作 但是有的时候收纳你又想把挂绳拿掉的话 它在不同状态下切换的话 有快装系统确实会好一点 所以挂绳这边我给M再多一分 所以其实这个对比我最后的结论我还蛮惊讶的 大家可以看他们的分数其实是打的有来有回不相上下的 这个对比说实话并不是绝对的公平 因为他们两个发布的年份 我记得隔了有个五六年了吧 那五六年前的专业线和刚发布没几个月的准专业线 我其实我觉得叫它叫入门级我不太同意 因为它和第一代相比它升级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叫它叫准专业线会更合适一点 它算是夹在第一代和M之间的一个型号 M这条线我其实更期待 它如果有更新的话下一代会是怎么样 因为M的第一代这个口碑是真的很不错 五六年前的东西在现在还是这么多人用 其实在影视设备上寿命这么长的器材真的不算很多 所以其实它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或者是一些想从事跟交行业 但是一下子不想投入太多成本 还处在一个学习成长阶段的新手 能够体验到一些专业线下放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对于AC跟交源成长还是蛮有帮助的 那这期就这边如果有什么想补充讨论的东西 因为确实我体验它时间也比较短 那如果想补充什么的话也欢迎在弹幕 或者在下面评论区留言给我 我们Q教群在视频简介里面 欢迎大家加入讨论 有空来做